你敢相信 这两天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一条溪流里 三文鱼泛滥了 带着雨泉全国有钓的这一年 全国的网友因为我俩总是钓不到鱼而操碎了 这不这两天一个新疆钓友发来消息 说在新疆吐鲁番盆地里有一片无人山区 因为这里巨石凌厉道路艰险 车根本开不进去 因此山区溪流里的三文鱼 因为没人捕捞所以泛滥了 据说这种珍惜的新疆野生三文鱼 市场上能卖到300块钱一斤 只要不怕苦肯定能带我们暴吊一步 这哪里能忍 我立马带着雨泉从广东飞去新疆找他 哇塞我们从镇子上面 一路开了整整两个小时 到了这个隔壁潭里面 真的是只有这个四驱车才能开得进这种地方 反正这种烂路 普通车估计来了就直接陷进去 就这种四驱车都跌到我腰疼 这还没完啊 这里到我们去钓鱼的溪流 还在徒步一个小时 反正车都开不下去了 这基本上已经算是无人去了 完全没有信号 然后就怕在这种地方 车坏在这里 所以我们特意买了好几箱水 还有食物放在车里 以防万一 要不然有个万一 这些就是救命的玩意 希望用不上 这里从来这个车的痕迹 真看不出来 一点人类的红距 你没发现垃圾都没有吗 这种地方感觉真的就是才有雨 慢点 别买着脚 你买着脚我们挺早不动你 你背我呗 我那几个都坐不动你 我背着 你背着 我背着 没有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也得尊重科学 我心里真的是犯嘀咕 现在我们全都下坡了 然后这石头还是散着的 待会我们要回来的时候 那得多难走 走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终于见到山谷底部的溪流了 我真不敢相信 这个那么荒芜的地方 竟然还有一个小溪流 要有所谓 就是这条小溪流 全是三文鱼 这里的钓法很简单 因为这种隔壁滩溪流里 失物匮乏 只要水里出现落水的活物 鱼见到就会毫不犹疑一口吃掉 所以要用这种长相小动物的夹 只要有鱼 一定会一口闷掉 所以说一个地方 假如丢了几个还没咬的话 证明这里没鱼 所以说赶紧往下走 但沿着小溪 钓了一个上午 一口也没有 和当地向导小哥会合以后 说有可能是当地牧民进山放牧 所以这一段的鱼不太好钓 你看这是牧民搭的零食羊圈 还有这么多牛粪在地上 你看没错了 这里有条挂掉的三文鱼 应该就是牧民扛鱼走的时候 坐在地上 那边没扣紫正常 那边还有组的鱼 哦好 接着干 一路咱们就直接干到 比较下游没人去的地方 对吧 感觉回去点要飞一个路了 这地上紫外线也太长了 是啊 不光紫外线强 这里风也大呀 冻了 我还松了半天 我才说没有 就走了得了 野生的就是好看啊 你看这个纹路 好看好多 看这个点 西彩的 这么清澈的溪流啊 那个鱼肉肯定老好吃了 但是说实话 你看到它长得这么好看 你就舍不得了 就还是放了算了 是这个河里面 实在是没啥吃的 但凡有个吃 它立马就会咬 所以其实很好钓 要不是这里这个山路 不好走啊 感觉这些鱼早被钓光了 一旦有人出现的地方 鱼就很难钓了 所以说走这些路是值得的 接着走 接着干 钓有数啊 从这里开始 鱼会越来越多 谁走在前面 谁就能先钓鱼 我先不等你了 我先钓了 啊 你都钓到了 还咋这样 等我呀 等啥等 等你鱼都没了 等你 你需要钓前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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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谁走在前面 谁容易种鱼啊 新疆的三文鱼 我尝三文鱼 哇 这好漂亮 这真的是野生的 哇 这太好看了 你看 走吧 你但凡长得丑一点 就不放你了 拿回去炖了 啊 起立不行了 哈哈 给我机会钓大鱼啊 哎呦 哎呀 确实走这个乱石路 真挺累啊 哇 哇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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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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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站起来了 哦 你这一看我种鱼 体力来了 是吗 我一不为的钓鱼 已经走到这么前来了 往他身边打一个 抢他鱼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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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大的 我一不大的 这只差不多一简半了 又有说 从这里再接着 往下走鱼的个体 会越来越大 让我们赶紧接着走 但这从雨泉大腿走抽筋了 只能原地等钓鱼了 哈哈哈哈 破口气 欢迎不是啊 你看人家 能走的鱼货有多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另一个新疆钓鱼知道了 说我们钓的三文鱼 实在是太小了 说在新疆西部的原始森林里 能钓到比大腿还长的三文鱼 我和雨泉 立马驱车前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也听过 海钓非常挣钱 因为很多海鱼 一条能顶普通人 一个月的工资 于是这一年 带着女朋友 花重金出海海钓 但却次次血亏 评论区就炸了 说钓金枪鱼 肯定不会亏 虽然去深海的费用不费 但想要单车变摩托 必须搏一搏 我立马带雨泉 从北京飞去海南 看看这次 能不能大赚一笔 哦对了 过几天就情人节了 还给雨泉 在船上准备了个惊喜 哎不 这次经费有点燃烧啊 多少钱呢 耳料 什么船费 所有费用 一个人这个数 一千 一万 一个人多少 一万 咱俩能行吗 可以可以 现在金枪贵 就一年中最肥最大的时候 一条就能卖鞋元快钱 所以我觉得 亏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雨泉还是不信 说要再问一下 船上的子业钓才可付船费 那金枪都有多大 现在个体费30到40左右 大的话有200斤以上 那他能卖多少钱呢 100左右斤 9斤 100 100一斤 分时间费钱 一条 今天不许睡觉啊 一点也不许 坐了6个小时的船 早上吃的猪扭蛋 抖到嗓子眼 到了 哇塞 这真是深海了 你看海的颜色都已经 这种深黑色了 慢点慢点 太晃了就是 远处的游景 就是金枪鱼的老窝 要醒来 钓友们都已经准备开钓了 游景的灯也亮起来了 阳光会吸引 成千上万的耳鱼聚警 也就把无数金枪鱼 吸引过来觅食了 钓法很简单 就是用这种 长得像小鱼一样的铁板 沉到水下一百米的地方 不停抽杆着 模仿小鱼 在水里逃窜一样 吸引金枪鱼 万万没想到 渔情来得这么突然 宣传都开始钓鱼了 哦来了 哇塞 这个 哇塞可以 但其他钓友都很纳闷 怎么今天的鱼 体型都不大 但对还没钓鱼的鱼权来说 已经很奢侈了 我也要钓这么大的 要快 要快 这太慢了 金枪它只追快的东西 来了 还可以吗 对 往上钓 对往上钓 那已经冲出来 坏了 看到了 看到了 这还需要上大钩吗 这在侮辱大钩吗 这大钩都勾不到 你妈呀我手都嘚瑟了 那大的会怎么办呢 这么小 这跟我们钓的敲嘴差不多大 钓友说 虽然都中鱼了 但是这些鱼仔的 一点也不值钱 跟打龟没啥去理 可能是因为你钓鱼船太多了 一个游警周围 有差不多20艘船 想鱼 现在我们开到游警的另一边了 这边小船少一点 什么来了吗 吓我一跳 你吓我一跳 来了 抬 抬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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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的 大的 我路 这条一定要上 这条一定要上 哇 哇 哇 哈哈 哈哈 满直撐了五分钟 鱼拳就实在是拉不动了 船长说这是今天第一条大鱼 他来请自上手 我就是个分手 你说这一排这么多人怎么天天又省中了我 哈哈哈哈 哇塞 超级大的白影看到没 哦不小不小 小 哇塞 哇 哇 来拿起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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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 看来雨泉今天鱼蜜很棒 但好景不长 雨泉运船了 他来接下来 得靠我了 时间不等您 抽了两个小时 好像给海干休克了 是居然彻底停透了 睡醒了 还偷晕了 喝心 不多休息会儿了 那我得玩会儿 那我先挂个小鱼放个流吧 先挂鱼没口 哥哥 我那放小鱼给我盯了点 我去那边喝点游去 正好吃个西瓜休息一下 哦 啊 啊 不可以啊 睡醒了 放流一个耳的中了 你自己的鱼你来 哭不行了 救命啊 你不行啊 我来 说我来 这条鱼我们两个自己拿捏 自己拿捏 拿捏不住了 抽了两个小时 铁板手都远了 还是得交给船长的 买了 好好好 你挂耳可以啊 你挂的耳老重了 怎么啊 帮我带着啥呢 哇 好嘞 哈哈哈 你是 你现在挂耳要收费 你 哦 不错不错 四十有 四十有了 哇 王一博一十 哈哈哈 哇 跟你腿一样长 王一博啊 哇塞 哇塞 王一博你在里面晕船的 我吭吱吭吱吱 掉这么久 没有鱼 你看 阿姨再来挂一个就上鱼 真的是 兄弟们 回本有望啊 只要再上个两条 就能开始赚钱了 这一趟得靠鱼拳了 再给我挂一个吃点了 再行 还是没靠住 谁能想到 从那之后就彻底停口 这里是我们全船的鱼货 我和鱼拳的鱼算下来 只能卖个六千多 这次真的是 裤衩都溃没了 假如我在说要花钱 潘大海 直接拦着我 必须拦着你 你放心吧 这个鱼货 这个怎么样水平 非常不好 这些鱼货应该是一个人的鱼 多久没见到这么差的运行 一年多了 对 他们才钓上两百个人 那船钓也不好 玩这趟 鱼生不好 其他船钓得不行啊 鱼是有的口 听船长说 前几天的船都狂吓 咋一到我俩 这就成这样 这还搞真对啊